媽媽是要孝順的 然後我叫Filler 用來一起死 其實我沒有站在廁所很久 沒那麼巧合 這一集Youtuber為什麼會看到這麼多人在這裡呢 因為是一個特別版 特別版的原因是因為TOPTIC特別難說 所以就有我做主持 好敏感 是不是盡量不想說太多 所以人多一點 說一點就算了 有一個風險要平均分佈了 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Gary 我是Colin 我是嘉樂實 但是有時候可能不是我來 變了身 你身 好像我兒子一樣 突然間珠珠人變了美國隊長 好像不想介紹自己 我是豪仔 今集要說的是何式關係 究竟面對何式關係 大家作為一個爸爸丈夫 會有什麼五大尷尬時刻呢 先說一下 第一個話題 熱身題 如果我和你媽媽一起跌落海 究竟誰 我答我一回答 我不用理你 兩個都游泳 兩個都游泳見陣 Yeah 這個問題其實我答過很多次 在不同的拍拖時間 到結婚 到結婚之後 一段時間 然後再一段時間 不停地問 不停地問 我每一次的答案都沒有改變過 是 但這個答案每次都令到我老婆尖尖自己 那真的要學習 媽媽是要孝順的 救媽媽 然後我 我跟妳一起死 如果救不了妳就一起死 你都這麼大犧牲 都有人陪我去這樣說 我沒有聽過有這些問題 即是她沒有問過我 你兩個不回答我就當有她 可以跳的 用頭王牌 答答 我先說 沒那麼巧 就是那麼巧 不准想 立刻回答 用不用頭王牌 不用 救媽媽先 因為我老婆很厲害的游泳 要不救啊 這個問題其實並非真的跌落水 是兩個都同寸危急的時候 你要救誰呢 新姐不用救潔太郎 好了 究竟結婚之後 同居 or not 同居呢 即是跟父母 或者是對方的父母 即是外公外母 或者自己的父母 這個話題其實是怎樣解決的 我想先說 為什麼呢 因為 說出來未必好 最重要是其實 自己覺得 我們結婚後 當然是不想跟外伙母住 或者是父母 是的 但是父母永遠都會想 是想跟自己的多個兒子 又想回 將來我們的兒女 結婚後 如果她邀請我們一起住 會不會開心呢 我也相信一個傳統智慧 就是 相見好 同住 沒錯 就算平時的相處完全沒問題 當你一起生活的時候 就算兩夫妻也很麻煩 昨晚能否蓋下來 我們男人也要站在那裡去廁所 是要被迫要坐在那裡 其實我沒有站在那裡去廁所很久 除了一公尺之外 很多這些生活上的細節 如果你要跟家人一起住 是更加困難的 其實有沒有說 老婆會說 其實我爸媽都想我們一起住 肯不肯 即是有沒有這個battle 同居呢 曾經有一個很大的誘惑 很大誘惑 他屬正 我家人買一棟 上下層 你住上層我住中層 他住下層 我媽都可以跟我說 這個是很吸引 又不用請兩個工人 只要一個可以用 這些就接近讀書的時候 我有一科 即是那時候 即是經濟媽媽的 那些學校 有一些學科 有一個名字叫 新式抗大式家庭 即是以前那些是這麼學術性的 如果真正面對這些問題 如何處理 你們住這裏 媽媽爸爸老婆那邊 就住附近 可能同一屋 隔壁那座 或是同一層都很大 不同單位 他一上過來 跟他吃完飯會回家 是兩回事 這個理想是一個很大轉變 而且現在 譬如爸爸媽媽都要工作 有一個 譬如自己的家庭在附近 可以方便照顧小朋友 而又不是真的影響你全生活的話 這個是最重要的 這個好像是你 但你不知道這件事叫什麼 新式抗大式家庭 有兩種項目 第一個就是剛才阿基 我曾經去過 在大谷公羅 舊樓即是中大名 吃東西 但見到一個地方就是 一整棟 大家就不如一起 但後來一整棟很大 如果住樓一棟 是很好的 但如果年紀大了之後 招呼人家七八十歲 都會上樓樓 非常之危險 他們就立即拒絕了 這個是第一 要再大一點的 有電梯 弄龍電梯 天比高 他住最底層 外府外母 那誰欠最底層 哦 就是你最多人 三個人在手住 哦 踏掉了 躲下躲去 現在trading 隔壁太多 地上船都打通 向樓上便打通 樓上再2層 兩層 是啊 你以前連搭家都在一起住 你連搭 rend 只好就像你們這樣說 我是一條街 done 街頭 aos提称 我住��릴게요 街尾就是外府 這個是不是出原理的? 因為我愛母真的很好 她真的每一天都會過來 我婆婆需要她來煮飯和女兒玩 我可以上學去做她自己的東西 我媽媽和我爸爸是有性的 不參與我們所有聚會用聚 除了過一次吃飯 這些就是相處之道 我家也沒有這些問題 雖然現在我不是和媽媽一起住 我太太那邊也不會一起住 只是我媽媽一個星期 每天兩三天就和我孫兒玩 其實沒有什麼大問題 因為大家可能都認識久了 大家都明白對方的心態 大家只有淡笑 在家裡不行 Tolan說沒有什麼大問題 這個呢? 我不知道其他人 好像你這麼好 去到第三個話題就是 萬一媽媽男嫂嫂 我應該幫誰好? 我沒有遇過 我也沒有 你朋友有沒有遇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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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朋友也有 我朋友也有 家裡也有分裂 聽太多 聽不懂 聽不懂 有很多小問題 其實很小的問題 累了就是一些怨氣 如果你媽媽罵你老婆 你會怎樣罵我? 有少許意見都不可以罵我 我想聽聽Polan 即是朋友曾經發生 對 我怎麼辦? 首先就是 我不想說什麼 因為這件事是沒什麼發生 其實我太太是很遇過人的 基本上是 好 是嗎? 你會受罪的人嗎? 不會 基本上從來都沒有聽過這些投訴 有時候會有 例如是哪些東西呢? 剛才我可能做的東西慢了 吃那些菜 吃得到 他想吃那些狗 他就想吃得到 即是他會有一點 但是 平時生活的東西 就沒有什麼特別 有些拍攝當日 Colan老婆在現場 所以我們 我們下一個 下一個 我自己覺得 很多時候的這些紛爭 是出於教小朋友 你不可以這樣教他 即是那時候我教你老公 也不是這樣教 即是譬如我老婆覺得 我媽媽可能一些方式 她都是叫我去說 所以她跟我媽媽 不會有關係 嗯嗯嗯 我想這件事 也有個關係 就是那個老公 到底是 即是又是人家的兒子 又是人家的老公 到底她的角色 是強勢 還是弱勢 即是有些是媽媽都怕兒子 有些是兒子 其實我是類似這種 即是我媽媽是聽我說的 你媽媽很喜歡你 你媽媽很像兒子 對 即是她亦都很信得我 很明白你 反過來 我老婆都要以我為師 所以我變成一隻 夾在她們兩個中間 如果有爭執的話 其實我會解決她 我也有個經驗 因為其實初期 也會一起住一段短的時間 其實我都覺得 都是那句老普說話 完全很同意 可以多些勞朗的 減倒鐵閘 對 無論如何都不要 同一屋前下便會好些 總之有些情況 即是太太會覺得很委屈 即是又不要說罵 但被你媽媽說幾句 才會覺得 屈住屈住 晚上過枕頭撞 這些情況 怎樣解決 也不是說你一家之主 就搞得好的時候 那些叫什麼 那些叫什麼 是不是什麼好子兩邊門 真是兩邊騙的 即是兩邊都要說好話 那我真的有些朋友 是若小一點的就慘了 可能媽媽買了一層房子給你 好聽媽媽說 然後還要夾閘著有些 我好像在說你 不是說你 你是女朋友 即是有些個案是這樣的 媽媽是好話得事的 不是說兄弟 家裡是好話得事的 然後再有些姐姐 你知道姐姐好管孩子 那個情況下 那個家庭就會很多話事 即是弟弟就遠遠在下面 家庭我也發事 那那個人的老婆 如果跟老公那邊的家庭有問題 那就很棘手 這個人很棘手 我很棘手 一邊聽一邊說 自己很幸福 這件事 怎麼過枕頭撞 我睡著了假老婆 沒話可說 我老婆在電腦睡覺時間 我真的很早睡 因為現在我女兒很早起床 我睡覺她還未睡 但你覺不覺得 有些老婆或者朋友的老婆 很喜歡在你睡覺 坐下床那一刻 很睏了 準備去入睡那一刻 睡了嗎 睡了嗎 會先聊聊天 會聊聊天 但為何不清醒的時候說呢 我那一刻是最好的 一來你最沒有殺傷靈 二來有三聲就領著面 那些時候都是很快打完場的 所以這些是最好的 枕頭撞是最好的時間 再見 再見